那我就先介紹這個上衣 它超級可愛 好 是那種蕾絲 好性感喔 對啊 它應該不是只給孕婦或孕媽咪或是 那種 我覺得它這一般女裝應該也可以耶 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你想要性感一點 它其實也可以露一點肩膀 肩膀的部分 給你們看這個蕾絲的樣子 好 那它這蕾絲是軟的嗎 還是會不會感覺刺刺的 是軟的完全不會刺 完全不會刺 喔 所以是軟蕾絲不會刺 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我知道你們一定都會問這個問題的部分 這很重要因為我常常穿到一些會刺的 我就一直抓抓到整個脖子 就開始紅紅的 對就全部都紅紅的 很不舒服 但這件完全不會 好 那我可以看一下背面嗎 好 背面它也是一個V0的部分喔 它也是整個也是 前後都是有大V的部分 對 好 這件好看耶 好特別喔 對啊 然後它有兩個顏色 是黑色跟什麼顏色 白色 白色 我們超無違和的長 就是 白色 而且它的空間夠大 我覺得這件 這件的版型會比較硬一點 比剛剛這件 這件是比較軟紙版的 然後我身上這件的話 它有一點 比它再厚一點點 微微一點點 可是也是夏天的材質 對 所以它是用 這一件的話就是 材質就又再硬挺一點點 對 硬挺一點點 而且我覺得它空間很大 而且白色一樣也是完全不透的感覺 露肩之類的 對 你穿那衣 你整個就直接露出來 你也為我太犧牲了 就是你可以把肩帶走 拉直斜尖 其實它空間是很夠的 很夠的 對 而且夏天穿也不會透 而且它袖子做得比較長 就剛好也可以遮到一些比較肉肉的部分 肉肉的部分 對 我覺得挺挺真的超好笑的 長度我覺得剛剛好 長度 或者是說你配個短褲 就是我們都差不多16L 可以加內搭褲的 或者是短褲 或者是牛仔褲 或者是你現在也可以 也可以搭那個 洋裙 但是要什麼 這個洋裝 不是洋裝 長群 長群 對 它說如果可以搭長群也是ok 也蠻好看的 然後它也是可以拉成一字領的感覺 喔 所以也可以拉 我裡面的小可愛嗎 小可愛嗎 對對對 它裡面的小可愛 那其實你也可以拉成一字領的部分 對 就這樣子 這樣好好看喔 對啊 它可以很多穿搭的方法 真的 可以斜尖 然後如果你怕太肉 你就正常穿 正常穿 要不然也可以兩個一字領的部分 對 這樣其實也是ok的 對 然後它這個也做得很 它的蕾絲也做得很細 所以你看它現在這樣子完全接觸到皮膚會癢嗎 不會 都不會癢 ok 好 那可以看一下側面 欸我發現側面你的肚子完全看不出來耶 居然是都擋掉一半 對真的這件完全看不出來 你已經有肚子的這種感覺 這一款不是哺乳衣喔 它不是就是一般的女裝的部分好不好 好 好 長度大概在哪裡 可以遮屁股 可以 給大家看一下 是可以遮屁股的部分 是沒有問題的 好 有160公分 然後它的長度的話 其實穿內搭褲也都可以完全遮住 好 穿內搭褲也是都ok的 前後都可以 不會尷尬的長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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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